上一局,只有猎人和狼人,真的没来得及笑眼镜 不如加个禁言长老,被禁言者不能发言,只能用肢体动作表现,但可以找人翻译 这个好,给朕一个机会,这样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戏骨 皇阿玛不仅是戏骨,还是老戏骨呢 不会说话,就滚回去读书 皇上,三阿哥 你也想滚回去 没有没有,臣妾想玩,这游戏不能没有喜剧神 端妃,竞妃和新八戒也加入吧 是 可是臣妾只剩一格电了 朕相信你可以超长代计 竞妃呢 稍等,臣妾刚数到第361块砖,就快数完了 快点 好了好了,一共362块砖,31块有列文,臣妾来了 成功了,我先撤了 不行,你留下,鸟妃回去 原是我不配 那我抽到狼就刀皇上,抽到女巫就毒皇上 抽到名,就挑语言加茶沙皇上 抽到 行了,你做法官,女巫也不要了,换手呗 请出牌 竞妃是狼 竞妃是狼 皇后娘娘你 臣妾还没看到牌呢 吓吓你大 皇后娘娘真是愈发幼稚了 皇后淘气 皇上喜欢臣妾,偶尔的调皮吗 少在这眼中年偶像剧了,快看白 天黑门 天黑闭眼 守卫睁眼 守谁 守朕,朕容易被守到 守卫闭眼 狼人睁眼 杀人 法官好转 法官好转 真挨了 狼人闭眼 欲言 欲言家睁眼 验谁 她是 欲言家闭眼 靳言长老睁眼 靳谁的眼 不会真的靳言震吧 欲言长老闭眼 天亮 好好地来 有遗言 完了 本宫第一晚没验出狼就死了 一定要想个法子 扭转战局 本宫是守卫 昨晚守的皇上 甚至轻易不要跳 尤其是欲言家 本宫已经死了 本宫守不到了 皇后果然爱阵 第一晚就守阵 糟老头子闭嘴 你被禁言了 从慧平开始发言 我是村民 我跟梅姐姐一样 本宫有身份 本宫是神 民杰民以上 普普通通的村民 民杰民以上 皇上发言 谁当翻译 自然是缓缓与阵 心有灵犀 开始你们的表演 朕觉得这局 朕躺着都能赢 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 杀皇后的 一定要花飞 皇上说 昨晚没睡啊 要不请个病假吧 朕看你是 网上表情包看多了 皇上不能说话 请告一次 朕现在怀疑 甄嬛是狼 是唐 皇上拉了黄袋子 表示想早点出去 守卫千万不要守他 你这个毒妇 公了吧 皇后是守卫走的 算上名吉名以上 现在神的数量已经超了 刚才齐飞和端飞跳神 华飞和庆飞说自己名吉名以上 皇后都提醒不要暴露神职 齐飞和端飞还要跳 齐飞的智商倒是可以理解 端飞是怎么回事 本宫第一次玩 难免不懂规矩 谁不知道你是后宫最强大脑 怕不是故意跳神 好把真正的预言家逼出来吧 靖飞说的有道理啊 那票端飞 同意 本宫是靖炎长老 你是不是靖炎长老 天亮了就知道 皇上呢 王上弃票 端飞六票倒牌 九一眼 本宫真的是靖炎长老 你们小心齐飞 天黑闭眼 守卫睁眼 守谁 守卫闭眼 狼人睁眼 杀人 不要杀朕 朕这句还没说话 狼人闭眼 预言家睁眼 燕水 他的身份是 预言家闭眼 靖炎长老睁眼 靖水 靖炎长老闭眼 天亮皇上驾飞 没有疑言 从西非开始发言 昨晚没人被靖炎 所以端飞确实是靖炎长老走的 那齐飞就是狼吧 本宫是神 什么神 预言家又不可能跳 本宫是 是女巫 这局没有女巫 笑死 齐飞聊棒了 投票吧 齐飞倒牌 有疑言 本宫就是活跃一下气氛 即使 本宫是村民 天黑闭眼 守卫睁眼 守谁 守卫闭眼 狼人睁眼 杀人 狼人闭眼 预言家睁眼 燕水 她是 预言家闭眼 靖炎长老睁眼 靖水 靖炎长老闭眼 天亮 平安夜 怎么会是平安夜 守卫不是死了吗 华妃娘娘看起来 怎么有点失望呢 你胡说 皇后可能是明跳守卫 毕竟今天的皇后娘娘 是有点调皮在身上的 既然守卫还在 那本宫不怕了 本宫是预言家 茶沙华妃 谢神 谁对你的胆子 竟然灭本宫 本宫才是预言家 茶沙甄嬛 华妃娘娘跳得未免晚了些 我自然是相信狂儿 你和甄嬛绑票 肯定是狼儿 华妃娘娘这话就不对了 她俩绑票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和是不是狼儿关系不大 你怎么帮他们说话 因为我是没还CP粉 开始投票 华妃倒牌 天黑闭眼 守卫睁眼 守谁 守卫闭眼 狼人睁眼 杀人 甄嬛是预言家 还有一个守卫和一个村民 我只要杀对了村民就赢了 狼人闭眼 狼人闭眼 预言家睁眼 燕水 她是 预言家闭眼 靖言长老睁眼 靖水 靖言长老闭眼 天亮 平安夜 糟 二选一 居然选错了 黄儿 昨晚查杀了吗 其实我只是名跳预言家 炸一下华妃 那皇上和皇后里 有一个预言家 我是守卫 第一晚和第三晚 守的都是我的黄儿 磕到了 青八级从始至终 都说自己是明是做好的 靖飞的明及明以上 就很含糊了 你们可要想清楚 我看你们两个前面几局 只顾眉来眼去 玩得也不咋地 投靖飞 同意 靖飞倒排 好人胜 蹭上个大女主的车 直接躺赢 有的人躺着躺着就赢了 有的人 躺着躺着就没了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